那富人住都是好几近的带跨院的四合院 你看北京 北京过去你的住宅一进去 从门就能看出来 你这是广亮大门 一看你家里就是房子多 你想你门就能占三间房子的面积 那你肯定你家里房子多 那种蛮子门直接临街的 那推门就进 那你肯定房子就少 那北京的大四合院 就是构的上等级的一般都得三进 甚至四进五进 还得带跨院 什么是跨院 就是在中州县以外的跨院 跨院一般人都是作为什么花园 作为甚至客人去住 那么北京最大的四合院 你就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故宫 那里有多少房子数都数不清 统计过多少次 一开始老说是有9999间半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那么古人算房子房间 跟我们金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金人今天算房子 就是一间就是一间 无论大小 古人是按房梁 房坨算起 有一坨就算一间房 比如太和殿 太和殿面阔11间 它近身是五间 那就是55间房的一个当量 这个量就非常大了 那我们如果再往江南地区走 你看它跟水有关系 它离水稍微远的地方 它多半居住的房子 都是以木头为主 以砖为斧 那沿水而建的房子 它就一般不使砖 为什么不使砖 因为砖太吸水 它使石头 它都是木石结构的 你注意看 你比如你看苏州地区 苏州地区沿河的建筑 它底下的墙基什么的 它都是石头的 包括地面都是石头的 石砖受不了 因为它常年的吸水 这个房子就过于潮湿 所以盖房子一定是因地制宜的 你比如我们这些年 通过视频都能看到 就是福建还有一种建筑叫土楼 那土楼大部分是圆的 也有方的 那么这种土楼 它是当年 北人南迁的时候 为了防御当地 跟当地人过度冲突和防御土匪的 所以才盖成这种维和式 这种维和式的建筑 就是特别适合群体居住 所以它的文化氛围 就人情味特足 其实土楼的结构 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以石头为基础 以生土为材料 再配上一些竹木 作为墙古迁拉 你知道这个泥 这个泥里头只要掺有植物纤维 比如你就是掺上稻草 它都会结实很多 所以像这种土楼 它通风 采光 抗震 隔音 保温 防卫等等功能 它急于一身 所以这土楼的形成 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受当地的人们环境的影响 是客家人 客家人一听就是远来的人 抱团 防止一族来侵扰而设计的 对吧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竟说这民宅了 民宅我们其实都看得见 其实我们今天能在全国各地 看到的民宅 再老一点的 也就是明清时期的 偶尔在山西什么 能找到元代的民宅 我看过一些资料 元代的民宅都比较小 但是宫殿 我们看到的宫殿就是故宫 故宫就是明清两朝的一个大宫殿 它是天子的宫殿 或者是天子的住宅 家办公的地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种宫殿的概念呢 忘早了咱不说 咱就说从秦朝开始说起 秦汉时期 秦朝已经有了 这个很大的宫殿群了 比如鹅旁宫 它这个大殿有多长呢 它是东西长有1320米 宽有420米 占地面积呢 大概有54万平方米 它这个基座呢 夯土台高达 现在高达能测出来有12米 那12米相当于今天 四层楼那么高嘛 我们基本上一般的民宅 都是三米一层 它是公认的世界上 最大的宫殿这个遗址 不过由于前殿的面积啊 太大了 还没有完全建成呢 秦朝就亡了 所以呢 它也就成了世界上 可能最早的 也是最著名的烂尾楼 那么到了汉朝啊 汉朝的宫殿 当然依秦制啊 它也比较宏伟 它没那么大 它也是很宏伟 因为它受影响嘛 那魏阳宫呢 大约有5平方公里 虽然总面积不是最大的 但是现行的遗址呢 还是比较完整的 它没有烂尾嘛 前殿呢 东西长了 大概是有350米 南北长有200米 这样算下来呢 大概有7万米的一个面积啊 可以说 它是世界上已建成的 就是我们有史料可查的 最大的宫殿了 那故宫呢 太和殿呢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 特别精确的数据 但是我看了看 那个地基靠目测看 大概也就有1万平方米 那理论上讲 汉代的那宫殿 是它的7倍大 那么进入了这个唐代以后呢 长安城呢 就有了相对完善的建筑格局 这个商铸它是分开的 我觉得古人在这点上设计呢 跟今天呢 思路是不同的 那它觉得 因为中国人自古对商业 它是另看啊 另看一眼 所以呢 这个它的设置呢 就是商处分开啊 住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 商业就是商业的地方 所以呢 它就有了东市和西市啊 据说我们今天说买东西 这东西就这么来的 那你看木兰词里其实就有啊 东市买郡马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它是一种物 从文学角度上讲 它是一种护文的修辞手法 它真不是说 我得跑这四个地方 才能买齐这些东西 只是说 这种商业的布局 东南西北都已经形成市了 就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就是至少从南北朝时期 一直到隋唐 我们的商业和住宅是分开的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早期的建筑呢 按跟今天比较起来采光都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简单嘛 它没玻璃嘛 它采光好不了 那现在的我们现存的啊 唐代建筑全国就几座啊 就是原来说四座 是不是这两年又发现了 我就不是太清楚啊 就是比如山西的这个佛光寺啊 南禅寺啊 都是著名的唐代建筑 都是当年梁思成先生到山西考察发现的 那你注意看 它窗户都很小 墙很厚 窗户都很小 那采光一定不好 到了宋代以后 中国建筑的采光就会变得好很多啊 因为它有了礼界的营造法式 什么叫营造法式呢 就是你盖房子的时候 这有一个标本 你得照这方法去盖 这个营造法式的确定呢 对我们的整个宋以后的建房子有巨大的影响 就是在北宋这个时期呢 我们开始出现了隔扇门 隔扇窗之类的发明 那这个呢 就是把外部空间引入了建筑的这个内部 扩大了视觉的效果 提高了这种视觉感受 什么叫把外部空间呢 就是这隔扇门 你要把它全对开 开了以后 只要是春秋两季 空气好的时候 那内外是形成一个景色的 外面的空间也是室内的空间 所以呢 隔着这个隔扇门 能够享受建筑以外的空间 这个包括通风 包括采光 所以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但是冬天不行 冬天屋里冷 你都开开 你受不了太冷 夏天呢 开开又太热 所以呢 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呢 是内部空间跟外部空间是联为一体的 它没有很清晰的界限感 这种隔扇门 它是实际上 它是可以让你迎南这一面的全部都打开 有机会到苏州园林逛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就知道了这个建筑的这种神奇感 那么我们的明代建筑 明代建筑呢 在这个体积上呢 它实际上还是受唐宋时期建筑的影响 它比较高大 即便是民房也比较高大 比如 比如 我早年去苏州 去看那些老房子 现在好多都拆了 太可惜了 都拆了 那种老房子呢 一进去 那些通高都有六七米高 六七米就相当于两层楼高 但是它只有一层空间嘛 所以一进屋 就觉得高大 那这种建筑你都不用问 大致都是明朝建筑 就是清朝也是清初的 那清代的建筑呢 后来就开始缩矮 它为什么矮呢 它省材料啊 清代人口增值以后呢 从面积的角度上讲 从这个人均面积呢 它肯定是在缩 所以盖房子的时候 你就导致房子的面积呢 就是越盖越矮 甚至在原来的那个空间中 加上一层 加上一层 加上一层以后呢 那你那个一层空间就显得 没那么高 我们今天住房子 也是希望这个屋里层高 高一点 我记得前些年盖房子 就是上个世纪 后期盖的房子呢 往往都比较矮 它一般层高都控制在 两米五 两米八 都算高的了 我甚至进过有的房间 是两米二 两米二是多高呢 就是我这样的个 伸直了手 可以摸着顶 那就很不舒服 它在长时间 在屋子里很压抑 我们今天在家里住啊 这个空间 比较舒适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够三米 那三米五就非常舒服了 三米二也很舒服 三米呢 就算舒服 但低于三米 相对都有压抑感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房子啊 到了近代啊 近代的这个住宅 就发生巨大的变革啊 那近代主要是民国以后啊 民国以后 首先是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 再加之出现了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 还有钢筋 那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楼啊 小洋楼啊 因为当时都是受西方人影响的 过去人盖房子 特别注重外表 就外面得好看 所以呢 就是这种小洋楼就出现了 这小洋楼呢 有的是外国人建的啊 有的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建的啊 南北方都有啊 你比如北京啊 北京这个天津都有啊 上海也有 各地的风格都不一样 北京民国味道最足的小洋楼呢 现在保留下来的 还有这个东四和东四十条把口呢 那的这个段七瑞的执政府啊 有这个京师女子学堂的旧址 还有东郊民相啊 还有孙中山的刑管 府人大学的这个旧址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去看看啊 那么我呢 原来啊 就是八十年代初 我调到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呢 中国青年出版社呢 是一个王府 老房子 然后这在东侧 西侧呢 就是一个民国的小洋楼 特别有意思 这出版社呢 一进去 既有民国的小洋楼啊 三层 那小洋楼还是三层 然后又有 这个清朝的大王府 可惜呀可惜呀 后来单位缺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利用率低嘛 把小洋楼先拆了 后来又把这大王府拆了 那那时候呢 文保做的没有现在这么好 要是现在这种文保 绝对不允许你拆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去天津啊 天津无马路那一段啊 我们看到各式风格的小洋楼啊 那个楼呢 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啊 今天去都保留下来了 那上海就更多了 上海呢 我我觉得上海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上海本身对这洋楼就就有有追求啊 其实它这里有很多很大的 这种洋楼啊 比如现在有一个保存下来非常完整的叫玛勒别墅啊 它主建筑呢 是三层啊 斯堪德纳维亚式的挪威风格的建筑 你听着这很有意思吧 其实咱也不太懂 我告诉你 就有点像童话世界里的城堡 它当时是一个英级的犹太的富商 它就叫玛勒 所以这个别墅就叫玛勒别墅 它是为他女儿建的啊 他女儿这个有一天早上起来跟他爸说 说爸 我梦里梦见了一个特别好的个地方 然后他爸就说那你给我画出来吧 然后这女儿就把梦中看见那个房子就画出来了 我想这女儿是画画是有天才的 要不然画不出来 我梦见过好多你让我画 我肯定画不出来 这女孩呢就把他梦中的那个城堡就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这就等于是出现了第一张图纸 这爹呢就爱女心切 他就用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把这玛勒别墅盖出来了 今天玛勒别墅呢 还是一家餐厅啊 还能住 有机会到上海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 不住在里头也吃顿饭啊 前面还有草地花园的 看的时候感受非常震撼 可惜啊 这玛勒呢 盖好的房子一天都没住 就被轰出中国了 就离开中国了 所以这份文化遗产呢 也是一个特定时期 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建筑 今天我们来回过头看这种建筑呢 它都是带有一种文化色彩 这种文化色彩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很难去分割的 我们的建筑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啊 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是我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以后呢 国泰民安人口增值特别快 那人口增值特别快呢 它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房屋的增速达不到人口的增速 刚解放的时候呢 我们有多少人呢 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就是四亿五千万人 那么没过多少年啊 1958年的时候 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啊 叫这个宋文神啊 他其中就写有这么一句嘛 叫春风阳柳万千条六亿神州进顺遥 你想想这个58年49年才10年增加了小2亿人啊 大概是到了70年代 我们就9亿到10亿人 人口就翻番了 由于人口增值速度太快 当时候新中国建设呢 主要都是生产嘛 所以对住宅这方面呢 这个投入不够 导致呢 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的有十多亿人口的时候 那个住宅面积呢 并没有根据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多少 所以就显得特别拥挤 北京好好的四合院啊 本来是一家人住的 后来就变成几家人 甚至十几家 几十家人举在一个过去一家人的院子里 你想想这院子能好了吗 所以就丝大乱建 改了很多小房子啊 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他就是李弄就是胡同嘛 他的阁楼啊 改成那小房子叫鸽子龙 什么叫鸽子龙 就人进去根本都站不起来 我当年到上海去买一些这个文物啊 去到人家里 我记得我有一把很好的子坛椅子 是在一个人家的二层阁楼上看见的 那接上去以后 我根本都直不起腰来 都磕脑袋 在上面居然有着国宝级的家具 你可见当时人居住的环境 有这个有多么紧 最紧的啊 就是一家人 一个人都合不到一张床的面积 就是一个人合不到两平米 那除了睡觉啊 任何其他活动都得上屋外头去 所以那时候你看得很清楚 走廊里做饭的啊 这个有公共厨房的已经是很好的 甚至很多人常年就是在马路边上做饭 在家里吃饭 在马路边上做饭 把炉子拎出来 那么呃 当时的这个呃 公共设施当然比较好了吧 比如有公共厕所啊 我们现在的公共厕所当然也更好 但是没那么拥挤了 还有公共的澡堂子 大部分人的洗澡都是到这个公共澡堂子嘛 那么 其实我们到今天啊 尽管盖了这么多房子啊 全国各地盖了多少房子 我这也没有统计 也没看到统计啊 但是仍有人住的很少吗 这个 就是 去年年初的时候 还有新闻爆出说这个 说上海有六个人挤在八平米的房子里 这我听了都太恐怖了啊 说也没法拆间也没法卖啊 说你卖给多少钱 他都不能重新的去有地方去住啊 所以有很多人 你问问他 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他说我在这一住都快半个世纪了 由于我们这些年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我们的房屋的建造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居住面积改善的也是非常快 增加的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公共设施几乎就消失了 那就是公共澡堂 过去每个单位都有啊 大一点的单位 我小时候 在军队呢 不用说军队公共澡堂的设施很完好 再有就是到了地方去 到了工厂啊 都有澡堂子啊 有的澡票是发的 有的澡票是买的 一毛钱五分钱 到时候就可以去这个洗澡啊 这个一到洗澡日 那时候有的澡堂子呢 是分单双日的 单日男的双日女的 也有那种大单位 男女澡堂子都是完备的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啊 觉得经常在路上啊 在路上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在单位啊 在军队大院看到刚洗完澡 从澡堂出来的那种漂亮少女 手盆里啊 不是手盆 那脸盆里端着老三样 老三样是什么呢 肯定是香皂或者肥皂 毛巾还有一双拖鞋啊 这个端着出来 就是那种景色 你今天是看不到了 我记得我们最早那个单位啊 就是军队的那个大澡堂子里 都是木塔勒板 那木塔勒板大概有三公分厚吧 就是一个木头鞋型的 然后一个皮带一系 走在里头穿着急步跟脚 走起来变了叭啦叭啦乱响 后来后来 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有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塑料的这种拖鞋啊 北京的澡堂子啊 我这个 因为我在单位的这个 一直有单位嘛 小时候跟着父母的单位 大了有自己的单位 所以很少去街上的澡堂子洗澡 去没去过 去过 那是陪朋友一块去 当时洗澡两毛六 我记得很清楚啊 给两毛六一张票 你要搓澡呢 再加一毛五 你就可以搓澡了 那现在的这个澡堂子啊 我们今天呢都不叫澡堂子 叫洗浴中心啊 洗浴中心大池子都坐得特漂亮 里头还喷着水 有的里头搁着雄狮啊 什么都有啊 那水都清澈见底 我们小时候澡堂不这样 我们小时候这澡堂子啊 水是浑的 有多浑呢 就是你能想象那水有多浑 它就多浑啊 熬得跟一锅汤似的 手往下搁啊 十公分就看不见手了 那水是特脏 永远不换 那水永远用气把他滋热了 然后人一去 在那脏水里泡着啊 你那时候那个景色很有意思 人一下去就看不见身子了 就剩一头了 泡在里头 泡发了以后呢 再去互相搓背 那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花钱再去搓 最后到淋浴那儿冲干净 走人 那么今天 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 都得以巨大的改善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卫生 就是你这个洗澡 第二是上厕所 这两个都在家里得以解决 我们现在的新的房子肯定家里都有这个设施的 过去家里有这个设施的人是很少的 尤其 这种坐马桶 你知道坐马桶啊 我小时候就家里就有坐马桶 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于坐桶 不习惯于蹲着 能不能蹲 能蹲 过去蹲着得至少把一张报纸看完了 把四个板面加上报份都得看看完 那是后来练的 是到农村练的 到农村他没有这坐的这个马桶 我第一次去农村这个蹲着去上厕所的时候觉得特恐怖 就是觉得这个弄不好都在弄裤子上 现在想呢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啊 都有过很好的这种环境锻炼 什么叫环境锻炼 就是跟你原来的环境不一样 那就是一个锻炼 那公共厕所 我们今天也是近二十年才开始改良的嘛 我们今天的公共厕所进去都干干干净净的 有的还飘着香味啊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格子 你进去上厕所 你小便还好一点 我说的是男厕所 女厕所我不知道 这个你大便啊 你都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 那过去根本就没这个 毫无隐私可言啊 你过去那厕所 大的北京那个大的公共厕所 一进去 早上起来这一排好几十人全蹲着 一个空格都没有 外的排着队呢 这种公共厕所都是水泥漆一大池子 上面就是一个坑 就是一个翻坑 是吧 这个 你今天想啊 今天的人 今天呢 尤其年轻人上这种厕所 根本就上不了 他文化上接受不了 我在东北那些年 看到东北这种厕所呢 那更恐怖 它是木头搭起来的 底下是大坑 上下都是通的 上面不是通 下面是通的 那对面那个 那边人是干什么 你都清清楚楚 所以想起来啊 就是我们那个年月的人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这种 上次我这事上 没有隐私的 那我们今天想起来啊 我们真的是 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是我们的平均的居住面积啊 比我们小时候要大很多 起码吃喝拉撒睡 这些事基本都在家里完成了啊 所以这家呢 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中啊 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吧 对居住的这种体验呢 只会越来越高啊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就是你支付钱财能力范围呢 趋向于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取悦于自己 在家里主要是取悦于自己 我们这些年呢 住宅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房子太小啊 我们人们都是想当然的认为啊 住宅肯定是越大越好 但是多大才算大呢 我刚才这房子还真不是越大越好啊 那么我有一朋友家里盖了大房子啊 就招待大家去玩玩 玩的时候招好几十个人的屋里都显得很空旷 那我说你这房子太空了 这么大的房子啊 你住在里头能舒服了吗 他说反正都盖了 那不住也得住 隔了几年我再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他们家人都不住那宅子 都住那个原来给客人盖那个小房子里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住那呢 他说那有好多不方便啊 说那房子太大了太不方便了 一旦没人的时候 家里就一两个人的时候 这屋子里还让你恐惧啊 说我说那有多不方便 他说有多不方便 我告诉你有一天我手机丢了 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玩起来上厕所 他走好多步 越走越恐怖啊 有时候还发生 这个屋里还发生异响 就很吓人 你没有这种居住经历 你是不知道住这种大房子的恐怖的 也不知道住这个大房子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难过 他不拢气啊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大宅子啊 然后把他那九十岁高龄的老母接过来住啊 弄着一堆的人伺候 他的老母是从小是在北京南城胡同长大的 那胡同南城胡同本来就拥挤 他在那里长大的呢 他跟左邻右舍啊 街坊四邻都形成了一种人际关系 见谁都打招呼聊天啊 说现在这大房大是大 好多人伺候他 他没法跟人聊天 说一天最有 一天最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围着那那个鱼池子 拿那个大白馒头 为谨礼啊 那房子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吓人 所有的家具呢 原来都是溜边放 现在都往中间放啊 显得这个屋子紧凑一点 然后呢 老太太趁着他不在 偷偷跟我说 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 就是不舒服嘛 后来呢 他自己那大卧室也是超大 我老说我们都希望卧室大一点 舒服吧 我告诉你 卧室大了最不舒服 这个如果你的房高再高一点 你那卧室只要大过100米200米 你晚上一睁眼 你觉得就像在仓库里值班 你知道吗 非常不舒服 你看连这个乾隆 乾隆皇上退休 那卷秦斋 这个他的过去的近兴灾 三西堂都特别小 他那个卷秦斋 那个卧室和他呆地 我都看过 那房矿 这个门矿都快撞脑袋了 我说这皇上住的地儿 怎么这么小啊 他不愿意住大地儿 因为大了以后 心里很犯空 睡着不踏实 幸亏中国人还有那种架子床 拔布床架子床 能围个杖子 形成一个心理小空间 如果完全这个大厂四开的 你房子不要大 就100米就够你一瞧的 你要说200米的一个卧室 通高再高点 你真的是晚上睁不开眼 睁开眼你就紧张 我们这些道理都是慢慢知道的 就是你想象跟实际当中 肯定是要有一个差距的 就是我们想象房子越大越好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还有一点 你比如我们最早的楼房 大概20年前 我们的楼市 楼房很多卖的高级的 都是越层式的 进了家有两层 我九几年 我第一次买房 是97 98年 买房的时候我就去 人家都是 所有的房地产项目的 好一点的房子 全是在家里要越层的 要上一层 至少要上半层 我就不特烦这事 我说才好容易到家了 还上啥楼梯 我就找这个大平层 没有 那时候整个都走遍了 北京市当时的房产交易会上 几十个项目里 没有一个人提供这种平层 就是我说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想想你在家里 你刚上完楼 你忽然想起一东西 落在楼下 你还得走下来拿 这多不方便 这很不方便 可是那时候的人就这观念 觉得家里能上一层楼都特酷 现代人当然没人盖这房子了 现代人都喜欢大平层了 其实这都是全世界的趋势 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 也喜欢盖这个豪宅 大别墅 对吧 你今天你去欧洲 去美国 你去日本 豪宅 就是那个早年 一百年前的盖的那个别墅 都便宜着呢 我看过那欧洲的大古堡 就卖一块钱 便宜吧 你给一块钱 你甭管什么钱 你就甭问是什么钱了 一块钱买完就是你的 但是你居住的成本很高 你的土地的 每年要交楼税 物业税 你不能改造它 你那个要保持它的那个环境 要保持它的这个外观 这些都是要巨大的成本 那种古堡住你 一年你每个几十万美金 你根本扛不住的 所以现在很多古堡 它交通又不变 所以很多古堡在国外并不贵 我有一朋友 我有一朋友当年呢 这个在美国反正也是发了大财了 发了大财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豪宅 买一豪宅呢 买那个美国啊 他有一本书 那书呢是 美国一百 一百个最著名的豪宅 他买的是那书里 还是前几位的一个豪宅 其实没花多少钱 就买了 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 说老马呀 说这个你得给我找点中国的 那个乡村家具便宜的 说我这得弄个几集装箱 这屋里太空了 然后他买了一集装箱的 那个中国的那种柴木家具 买了满满一大箱 到那以后 那屋子分都分配不了几件 他说我数数数 这屋里光厕所啊 就二十九个 我说你一天上一个厕所 上完了 也就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你说 你这个买这么大宅子有什么用呢 他唯一的一个乐趣 就是买完了以后 办了一个酒会 招待大家玩了一次 剩下的事就变成是一个累赘 最后就是想办法 这个把这房子卖了 是吧 那么酒会一散 所有人都说 你看这俩 这俩人就是脑袋 进水了 傻了 才买这房子 确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 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过去住这种古堡 或者大四合院 你比如五进的大院子 你不是一个大家族啊 你不是有个几十个人口的家族 你真住不进去这里头 你住进去里头 太空旷了 就是你的气儿啊 气儿不拢 不拢就散 一散这人就就没精神头了 所以呢 房子啊 住宅一定不是越大越好 一定是合适为好 那么这什么叫合适呢 那每个人的心理承受不一样啊 就是以你平时没人的时候 就你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 不难过啊 为好 这就是界限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中国人的住啊 住呢 房子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家具啊 家具 家具呢 我以前在节目说了很多了啊 大家对家具特别有兴趣的 往往是古典家具 比如我前面这桌子 就是紫檀的 我坐的这椅子呢 是黄花梨的 那我看看这环境呢 这都是西式的 你比如这是一个茶几啊 茶台圆形的 这是一个沙发啊 独座一个人坐 那么这个这些书柜 都是很很简单 朴素的现代家具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双人的沙发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 大部分人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这种西式家具 那过去呢 是就是一看着人有没有钱啊 就住家里状态怎么样 就一进门就知道了 你使用紫檀花花梨家具的人呢 那肯定身份地位都高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明朝这个后期啊 家境万历时期 那么明朝的这个紫檀花花梨 是我们家具的一次大的飞跃 它影响到清朝 尤其清朝后来的康钱盛世啊 社会富足啊 有钱人多 所以呢 我们的紫檀花花梨家具 在很长的一个一段时间内呢 就是中国最名贵的家具 那中国呢 这个过去 我们有一个朴素的美学观点啊 这个美学观点很简单 就叫对称 我讲过很多次 对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一原则 就是我们的盖房子也是对称的 家里摆放也是对称的 要不然咱们没那种 那种大厅堂啊 一个大条案 两把椅子 中间隔一巴仙桌啊 案子上一对大胆瓶 它都是左右对分的 我们的过去的卧室啊 卧室呢 这个在明朝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睡觉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呢 是因为就是大量的使用拔布床和架子床啊 你比如我过去一直这个误认为 这种床南方多北方少 其实在我们的北方 比如山西陕西啊河南啊 山东地区架子床也很多 也不仅仅都是睡炕啊 睡炕呢 往往是华北再往北去 东北肯定是睡炕 要不然冬天受不了嘛 炕是能烧热的 华北地区也有很多 就是烧炕的这种居所啊 它烧炕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冬天的生活成本 比较比较便宜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只需要把炕烧热了 这屋子就暖和了嘛 那么再有就是罗汉床啊 三面带围子 有方向感的床 中国的床都是有方向感的 跟西方床不一样 西方床没有方向感 它就两边自由上下 所以西方人 我老跟西方人开玩笑 我说你们闹男女平等 从床上就开始了 因为你是自由上下的 那中国的床 不管你是拔布床 还是架子床 还是罗汉床 你是单边上下的 所以他就有了先后 有了主次 有了尊卑 他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除了卧室以外啊 那比如过去的文人呢 他得有个书房嘛 那书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啊 那肯定要有个书案或者换案啊 有价格 有柜子啊 再有配一些椅子 是吧 那我们今天看 那个时期的家具中啊 有很多极为特殊的啊 就是过去讲的并不多 我们讲的多的是什么 手推是座具啊 座具就是椅子 椅子有很多种 大家都比较熟了这些年 有圈椅 有官帽椅 有南官帽椅 有玫瑰椅啊 有扶手椅等等 再有就是凳子啊 没有扶手的都统称为凳啊 方的就是方凳 圆的就是圆凳啊 够两人做的就叫二人凳啊 这很清楚 那么再其次呢 是成具 所谓成具呢 就是能承重的 你比如我这就案子啊 这是一个子堂小花案 这是成具 再有就是桌子啊 这都是成具 那再有就是卧具 睡觉用的 我们说了中国的 能躺下的地方 大概有四种 拔布床 架子床 罗汉床和踏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杂具 杂具很有意思啊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有时候今天不是那么特在意 其实这些东西 生活中特别有用 比如灯架 我们今天谁家里都会有灯啊 不管你是台灯 还是架子灯 床头灯 反正你都得有灯 那过去呢 因为他不能往墙上按灯啊 墙上按灯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有那种灯架 按在墙上把它拉出来 点燃蜡烛 那今天都是电线的 所以墙上埋了很多线啊 所以有闭灯啊 有顶灯啊 周圈有那种暗藏的灯带 所以家里能使光线变得非常的 这个柔和和复杂 那过去没有 主要都是靠灯架 比如衣架啊 我们今天的衣架都是在衣柜里啊 都有衣服架子单独去挂着 过去中国人的衣架就是衣字的 就是摆着呢 卧室里有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它有很强的那种视觉的装饰感 那屏风不用说 我们今天家里很少有人用屏风 因为家里首先就没那么大房间 而且古人的房子 我们刚才讲了 就古人一间是一间 它可能是个大通间 它就靠屏风临时遮挡 我们今天一间就是一间 那房子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房子 单间的不会超过50米一间的 所以他用不着这个屏风 再有就是香机啊 香机你看看那个古画上经常画啊 古人烧个香啊 干什么拜个佛啊 都单独有个香机 我们今天就没那么讲究 所以这些杂具类的这个家具呢 今天更多的是作为展示性的家具 或者说作为教育性的家具呢 出现你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你要今天来官府博物馆 你看这些东西都能看到 那我们现在住楼房啊 古代家具的体量呢 相对都比较大 比现在家具大 没有办法在这种过小的房间里摆放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户型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 是吧 这个也没法再过度的去讲究这个对称 那这个 那不讲究对称怎么办呢 房子小怎么办呢 这个上个世纪啊 八十年代就我 我结婚的年代啊 流行过一阵子叫组合家具 什么叫组合家具 就把所有家具组合成一面墙啊 它省地方还实用 那组合家具呢 就是说你哎这是格子 格东西 这个地方可能翻下板了 孩子能写作业啊 那个地方这个是抽屉 那个地方是柜门 就是上面是价格还能摆古董 所以他把这个组合柜做的特别复杂 他省地儿只占一面墙 其实这种组合家具是居住面积过小的一个产物 后来我们的房子改善了嘛 这个组合家具也就不见的消亡了 就没了 其实中国人的家具呢 这个发展挺早的啊 就是我们 我们老说唐宋是个戒嘛 宋代的时候中国家具基本上就成型了 你比如桌子啊 桌子 桌子你它为什么叫桌子啊 它就是高起来嘛 原来我们坐在地上 突然把这桌子做那么高 所以那桌子呢就写成桌啊 就卓月的卓 卓然而立啊 椅子呢很简单 椅子是靠着的吗 倚靠嘛 所以呢 桌和椅最后都把偏旁改成木子 卓然的桌不是底下是一个十字吗 改成木子 倚靠的椅单立人改成木子边 所以呢 因为大部分家具 我们古老的家具都是木头做的嘛 那今天你说我的家具是 是钢管的 是铝制的啊 是合成材料的 是塑料的 那这个都可以 古代只有木头 所以桌椅都跟木子有关 那么我们这个都讲过很多了啊 这简单的不多说了 就是我们最早欧洲呢 欧洲人都是锤足坐 所谓锤足坐 就是我们像坐椅子上 两个腿锤下去 那亚洲地区呢 都是席地坐 就我们盘腿坐的地上 所以铺着席子 那你仔细想哈 2000年前 2000年前 欧洲和我们亚洲分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啊 只有我们 亚洲地区 只有我们彻底告别了席地坐 我们留下的残存的文化痕迹呢 就是词汇 比如我们说过啊 席位啊 宴席啊 主席啊 这些都跟你早年坐席子地儿有关 那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这种习惯呢 就是中国人呢 特别善于学习 你比如我们坐姿就有很多种啊 坐在地上的时候 坐在席子上的时候啊 第一种就是祭坐 所谓祭坐就是跪坐 跪在那坐 那是最为正规的一种做法 再有呢 就是夫坐 就是盘腿坐 再有就是姬坐 那是把两腿往前伸 那种就属于很舒服 但是很不文雅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要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啊 就有机会 可以看看我早年在百家讲坛讲的家具片啊 那个内容非常多 我们在这种节目里说不了那么多 我们真正家具的革命呢 是进入了民国 进入民国以后呢 就刮起了这西洋之风啊 有了所谓的中西结合的这种家具 那么18世纪的时候 其实欧洲刮过很强的中国风啊 这个中国风情呢 是在大概在这个17 18世纪啊 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欧洲整个东印度公司大量的这个在中国买商品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中国风实际上是全欧洲的时尚 当时的这个这个中国当然也包括了整个以中国为主体的这个东亚地区了 外国人分不太清楚 你中国日本韩国啊什么和一些细微的区别他分不清楚 我们非常容易分清楚 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呢 拿过去加上他们自己的灵感 这个创造出新的一种风格 这种呢就基本上叫中国风啊 这种中国风呢 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啊 你偶尔看到一个亭子 你觉得这亭子有点怪异 那肯定是中国风 你到这个欧洲很多宫殿里去看 凡是你看到突然眼睛一亮 觉得很亲切很熟的地方 那一定是受中国风影响的地方 可惜啊 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具啊 我们先说家具没有出现更新的 带有标志性的中国风家具 我们今天的家具都是在老家具中改良改良 或者新家具中呢 加一点古典的文化符号 我真的特别希望啊 我们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有这么一天呢 我们中国人能设计出一种 又实用又美观的新中式家具 而这种中式家具呢 让世界上各国的人一看 就是中国人设计的 如果到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欧洲再一次刮起中国风 那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一天 官妇猫揭秘官妇秀 我们这一讲讲的是柱 所以呢 拿的文物和文创呢 都跟柱有关 我们有两套挂屏可以向大家介绍 你看这是五片 实际上呢 这四片是完整的 是春夏秋冬 这是那个老的的第一片 这件东西呢 是清代的 清代的 当时呢 就是这样一个挂屏 我们讲过屏风有很多种 挂屏是最节省地方的 它是挂墙上的 它的功能性已经丧失 它完全就是装饰性 那么 这一片是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从视觉感觉上讲 它差异性不是很大 但是它确实这是老的 它用的这个木材呢 相对我们的新的材质而言呢 它用的比较单薄 那么老的也是这样四片 春天的牡丹 夏天的荷花 秋天的菊花 冬天的梅花 它是以花卉来表达四季的 我们中间的这个器物呢 可以看到这些器物呢 都是典型的清代 乾隆时期的器物的造型 非常的准确 你比如这种双向耳的 这个直径瓶 花菇 方瓶 还有一个造型极为特殊的 一种乾隆时期的瓶子 那它在这种花瓶中 插有四季花卉呢 表达了我们对一年的 这个欢快的一种追求 我们都知道花卉呢 是最能体现人们心情的 但是你很难在生活中 每天都有新的鲜花插进来 尤其古代 今天你是有花卉市场 要没有花卉市场 你就是随着季节去赏花 那么古人就想出这种办法 用这个工艺 用这种特殊的工艺来表达 他心中对花卉的一个追求 那么他是用木头做底 你像这种是用铁力木做底 这个是用鸡翅木做底 上面嵌有这种寿山石 这种彩色的石头 中国有四大硬石 寿山石 巴林石 昌华石 和这个清田石 这四种石头 在这上面都有所体现 寿山石 你比如说红色的 这都是寿山石 寿山石呢 的颜色呢 比较丰富 那巴林石呢 又比较细密 清田石呢 比较硬 清田石比较硬 昌华我们都知道 昌华的鸡翅石是最好的 那么这种复刻 完全是按照古代的 这个状态复刻 这是我们第一次 做这样的产品 这种产品很适合 在家居中的悬挂 这一悬挂呢 那就百年开外了 你看这件东西的 最少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像这种限量 完全是用手工去做 我们限量只做了99套 它是编号的 一套刺扇 春一下秋冬 如果你家里有一面 比较宽阔的白墙 挂起来非常漂亮 请注意看 它上面这吊环 原来老的这吊环 都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铁丝 弯成一个弧形 那现在的吊环呢 都做的比较讲究 是铜的 是有一个蝙蝠 叫福松天降 这套这个挂平呢 这个复刻非常不容易 它我们复刻以后呢 在每个这个器物上 这四个器物上 都有官的这个logo 都有logo 我们在背面呢 留有了一些痕迹 我可以转过来给你看看 背面呢 有官复九宫的这个商标 我们凡是官复九宫的 都是收藏级的商标 底下有编号 这是0001号 这个我们只做99套 多一套都不能做 那每个编号呢 都是你可以早买的人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编号 你晚买的人 你就不能选择了 那个官复九宫 这个都是刻进去的 所以它不得改变 因为木头有木纹 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度复制 就是我一旦把它拍下来 就跟指纹一样不可改变 关于这套这个挂屏的 所有的文字呢 在官复APP上都能找到 你在这个各大销售平台 官复的旗舰店 官复博物馆的旗舰店 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这个商品 这种商品呢 是高等级的 它是以收藏为目的 它不是一般性质的商品 它是具有很强烈的收藏意识 又得有一定的资金基础 才能把这个东西请到家里去 然后悬挂一备 我们刚才讲了一套 这个寿山石 用印石 不仅是寿山石 还有八零石 清田石 昌画石 就是中国四大印石 这种雕刻镶嵌的挂屏 我们现在又推荐一套 君寺挂屏 君寺挂屏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我在四十多年前吧 四十年前 买了这样一套君寺挂屏 那时候是一个电视机的钱 没有买电视机 去买了这样一套君寺挂屏 那么很多年后 我看到有一个人那儿 有大量的这种君寺的残片 那么这些君寺残片都是老的 都是金元时期的残片 然后我就问他 能不能给我相制一套 他说可以啊 然后我们就用了很久 用了好几年的功夫 开始复制 我们原来也想复制99套 但实际上复制不出来 是因为没有这么多材料 那复制的这个尺寸呢 小一点是为了适合 今天的这个房屋的悬挂 过去的房屋都比较高大 现在的房屋相对来说呢 都比过去的房子矮一些 四套君寺画屏 这个图案呢 有具象的 有抽象的 你比如具象的是什么 你比如这石榴 就比较具象 这是一个花瓶 比较具象 但有的 你像这个就 这个像一个云塞似的 就比较抽象 那么他用的材料呢 比过去的材料好 过去的这都是一种软木头的 这现在用的硬木 这个红木加花瓶木 君寺挂屏呢 它是一种抽象的梅 因为君寺本身是一种摇边幼 摇边幼就有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这个特性 我们这些年 大部分人对瓷器了解 越来越多了 都知道宋代有武达名窑 入官歌军定 现在君窑呢 它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不管它的说法 是说至少在金元时期 我们就已经有君窑出现了 有这种抽象意义的美 在这个蓝色的地子上有红斑 民国时期 君窑窑只被发现的时候 大量的君寺残片呢 就进入市场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话说呢 就说家有万贯 不知君寺一片 就说这个君寺价值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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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